我爸一大早去挖这么多螺 我现在选点给阿姨一些 阿姨老了要吃大螺 今天一大早我就跟二嫂下去挖螺了 刚刚回来看一下 二嫂现在上去洗澡了 全身都僵尸去了 以后的话现在挖回来了 然后二嫂说选一些亮一点的 那个车螺给奶奶 以后的话剩下的我们就直接煮来吃了 这三个小孩都饿坏了吧 没有 饱坏了 饱坏了 你们吃啥了 我们吃小的吧 你喜不喜欢吃这个 喜欢的 明天早上早早的我带你去挖好不好 这大一起有点小的 这个拿去 小龙虾 还有啊 其他呢 小龙虾 今天又有口符了吧 不懂了 拿点你大哥 等一下 吃完饭先甩一下拿过去 因为大哥现在不在家里 这个的话更挖回来的话 一般我们都会泡两个小时的盐水 但是不泡也是可以的 它很少杀的这个 有的时候有空的时候我们就泡 因为现在饿抽筋了 所以说就赶紧来吃了就行了 不用泡也是可以的 很多沙子的 它这个 它这个炉的中上有很多沙子 今天太阳好大 前几天都是一凉凉的 我跟大哥说了 等一下晚上跟大哥一起去抓沙蟹 是不是 是啊 大哥说这几天的沙蟹都非常多 我们一起去抓 还有这么多 一大盘 煮的时候就要 不用吃饭都可以了 其实这个也没有很多用的 还是要吃饭的 就拿回去煮 我家里有个大锅 煮这个更好合适 然后放入一碗清水 无论煮多少 这个炉都是放一碗清水都够的了 因为这个炉里面 等一下都会渗水出来的 盖上锅盖 大概煮个七到八分钟就可以了 平时都要煮五分钟 因为这个鸡头比较多 煮个七八分钟 反正没有煮这么香 没有煮的 你看这是这么香 要不要炒点红薯苗 怎么去蘸点红薯苗 有虫了这个不吃了 可以有虫了 那这个 我就要你摘了 整根得拔出来了 这个是更重没多久 真的是注意了 我们只是这个龙头尖尖来饮 其他的我们都不吃了 在农村就是这么豪汉 可以了把火关掉 打开锅带 跟八米花一样 那里的水甜都是这个 甜都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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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来的 我们吃饭都很自闻的 一般都是用糖吃的 开吃了 最大的是我的 三个小孩都说不吃饭 三个小孩都说不吃饭 然后罗罗就不炒青菜了 直接吃罗就行了 这个罗罗很清甜的 它也做咸 也不淡 就更好够味 因为它是海里的嘛 所以什么都不用放 直接水煮煮就好了 看你吃的 这个速度就知道了 跟弟弟有的平 弟弟也是挺快的 那是东西 比吃瓜子还要快 瓜子还要两网子 我还记得小时候 也是这种哦 我们是煮熟了 要拆肉出来吗 你想一想 这个一个就那么一点点用 我们煮熟之后拆肉嘛 看下有多少 你看 就一点用 感觉在这个时候 里面大部分 你用童工 三个童工 三个童工 三个童工干了 几七口快 免费的童工 现在小孩吃饱了 喝点糖水 冰冰凉凉的糖水 好喝吗 生点小孩吃饱 出去玩了 要就是我们来到他家里吃了 这盘东西 看着多 但是慢慢吃慢慢吃 还是能吃的吧 好吃 因为这个东西 其实不是很合用 很好吃 可是没泡过水的虾 我泡两个小时 每次吃的时候 沾点水先 你要再吃一口 更够胃 不好吃一下 沾点水先 它很久 哇 好香 你会不会更好 你看下来的还多幸福 是不是 对吧 鲜鲜吃了 天天要还新鲜 而且新鲜了 根根巴上来 就直接下锅吃了 收集那些垃圾 就好 就这么好吃 Show 你吃的 你吃的 都喝了 你吃的 你吃了 我吃了 你吃的